第15题,如果一个一元二次方式叫做x平方减2x减掉323 等于0,两根是a跟b,而且a大于b 则2a加b等于多少 这个题目呢,我们先看一下323 323要把它做因数分解的话呢 这个数字比较大,而且很难分解 没有办法很快速的想到323可以等于哪两个整数相乘 所以呢,这一题用十字教程法并不好 用公式解呢,数字也很大,也很难算 像这种题目呢,我们一般来讲 遇到数字很大,很难分解的 我们通常都是用配方法 那这一题用配方法的话呢,首先先把常数项 移到等号的右边 变成x平方减2x等于323 好,接下来开始配方 所谓配方的意思是说 自己加 两边都加 加多少呢?一次项系数的一半 二的一半一一再平方 好,左边呢就可以变成x减1括号平方 右边等于324 多少的平方是324呢? 也就是正负18 再把1移过来 所以呢,x等于1加减18 那也就是说1加18是9 或者是1-17 那算出来两个根 一个根是A,另外一个根是B A大于B 所以这个19呢,就是A -17,这个就是B 那题目要算的是2A加B 2A,A是19 B,B是-17 2乘以19 38-17 答案等于21 选珠这个选项